就是雲雲人 我的家離開這裡頭 直線距離大概不會超過20公里 叫做大灣 大灣 旁邊有個水燦 頭部的校長 今天也有這家 那謝端虎老師 是台南人 七個人 是台南 塞港 我看都是大台南的一個居然 好 那現在呢 到雲林館後 現在變雲林館的驕債 像我們藍差利一樣 是大高手 來到雲林縣 也是成為雲林之光 那我呢 21歲 家醫師專畢業以後 民國61年就到台南去了 所以一處呢 也是滿43年 進入第44年 那雖然 前面 21年 是 雲林獻人 後面 我講的是 這個 戶籍啦 因為不能不簽啦 總不能老是回來這裡 所以 因為這樣 即使我用的印章 蓋得最多 只要跟鄉土故鄉有關的 就是雲林人 就是故鄉雲林 或是雲林人 黃忠義 大概這幾方 那雖然 一直在台南 還是很懷念這個地方 那千禧書會 因為呢 剛剛 我 好像 來這裡 我展覽過兩次 我印象中 也在北港的 什麼 田臉地人展覽過 那 比較慚愧的就是 我當時都很忙 一直沒有機會呢 跟著 這些 可愛 可見 的團員們 的 隊員們的一起 這一回呢 哇 今天剛好有空 很高興 我們一行人呢 就開了一些車來了 一到這個地方呢 第一個感覺就是 哇 好像又回到故鄉那個感覺 這個地方 我來過 我上一次來過 好像已經是 五 五年前 盧彩霞老師的展覽 盧老師 是不是這樣子 我才記得 好像不是這個館嗎 才發現到 也是這個館嗎 也是這一樓嗎 是 哦 那個 樓太大了 都走到忘記了 所以 今天 應該算是 第二次來到這個地方啦 那很高興就是 看到原來 我們的鄉親 的一些長官們 對藝文活動 這麼的支持 我們 這個鄉親的這些 書畫團體的 領導人物們 對這樣一個活動呢 這樣的熱烈的父子 讓我相當的感動 那剛提到就是說 我在台南大學也服務了三十幾年了 那在 1998年 我很榮幸就是 身為教授 他們講得很好聽 叫做第一個書法教授 在台南大學的 一百年的歷史 好不容易是一個書法教授 我只是很努力的在做堅持 一個雲林縣長大的小孩 大概也沒有什麼專長嘛 就是愛寫不愛話 所以有機會在台南大學服務 這樣子 那在中華教授之後 我們學校就 因為這樣 就 剛好在那個紀元 就辦理 書法壽司學分班 那別的學校在辦學分班呢 大概都是十學分 那我覺得不行啊 我要讓他跟他一樣 我把這十學分呢 變成四十個學分 那很多人可以怎樣啊 不用只有讀一個書籍 可以讀十個書籍 沒有書法研究所 可是因為這樣 你也可以像一個正規的 中國大陸的研究生一樣 可以修到四十個學分 所以在這呢 在做了謝端福老師 其實他跟我的年紀是一樣的 就是故意四十年次了 可是呢 他也是回到那裡紀念書 我們就這樣結業 所以到了兩千年的時候呢 畢業生呢 就想到說 哎呀 我們應該有 如果以後有共同集會的時間 所以就有千禧書會的產生 這個書會的產生 剛剛有講過 就是 兩個人會有一種集會 我最感動的就是 謝端福老師呢 他是風以風以的 唯一是 沒有來了 就是 我的小孩結婚了 你們都不要包你 可是呢 你們都要寫作品給我 謝老師賺官了 因為每一間哪裡幾是三千五千的 是吧 都是三萬的 謝老師有沒有這回事啊 有 所以呢 每次要到英靈縣來展覽呢 他就特別興奮 一定要把所有的 反觀好朋友 非要請到不可 那 印象中就是這樣 我們大概每兩年到最後是每年都有展覽 所以每年呢 以前都會吃一些比較厚的 現在每年都會吃一些小字 剛剛這是 2014的一個連展 不是 不去年 那今年2015呢 剛剛幾位貴賓稱讚說 進步很多 我再發現到 啊不對啊 這是怎麼沒有印專輯 是吧 一定是 關乎老師呢 忘記了 他開玩笑了 所以 也讓他知道一下 這是 千禧文會 那這些 剛剛也有 我們的整個貴賓呢 稱讚說 我們老師呢 哎呀好像看起來 胸襟很大 都 不會讓學生寫自己的字 那告訴各位呢 其實我們雖然是士生關係 其實都是跟好朋友一樣 因為這些來台南大學 不管是從台南大學畢業的學生 比方說叫劉廷章 來廷章同學 你幾歲 26 26 26歲 你看 從26歲到六十三四歲 有沒有啊 哇 這樣一個團體的差距呢 真的是忘年的 所以這樣的一些同學在一起呢 其實之間怎樣啊 也有前董父子 前董母女 前董兄弟姐妹 大家互相接收 然後很多人呢 他其實都是有自己的老師的 自己的老師 比如說 縣論的會長 這個陳美憲小姐 他的老師呢 就是台南非常有名的 朱九陽先生的大弟子 黃靜天 所以各位看到他寫的那個大字呢 哇 太像女生寫的齁 怪不得會當會長 是吧 欸 比如說 蔡江東先生 欸 來 你看科技 喔 舒瓦這人都會認識他 各位知道 我們台南地基像民眾館 喔 一年的運作都要花一百多萬 都不是政府出的喔 都是民間團體 那各位看到上個禮拜呢 我陳明德老師呢 又偷了一張 蔡江東董事長 熱舞堅 三十萬 喔 很多人都 眼睛都亮起來了 然後像台北的 林正恩先生 來看我的展覽 他就一下子 就一直問蔡江東是誰 然後回去 我在那些高鐵 一直問蔡江東是誰 我想民眾館會發的 因為接下來 可能會三百萬 所以 所以 有這樣一些熱心的人士呢 再贊助這樣的 書畫活動 彌補了我們 政府的一個不足 所以讓我們今天的 書畫 藝衡創作 在民間 非常的盟活 那我剛講 蔡江東先生 他的老師就是 台南非常有名的 一位 也不幸 72歲 去年 前面過世的 曾過世先生 可能在座 很多人都聽不到 所以 像這樣的 每位 老師 每位 每位 我們的會員 都有自己的師誠 那因為 因人機會 來到台南大學 那我們知道 我們今天的社團 情態大概有兩類 就是 書法社團 一種叫做 師門選的 就是以老師為 靈魂淪入 老師很多都很嚴 到最後 都成為 啊 三頭 又不是黑色 為什麼會有三頭呢 因為 學生崇拜老師 所以一輩子都怎樣寫字 不敢超越老師 這很奇怪 這就好像每個老師 都保留一手 每個學生永遠都不超越老師 那時候怎麼可以延續呢 所以這是書門選的一個 算是好處就是有向心力 千人就是有 這個限制 到最後怎樣 好處最大 以後學生的成就恐怕要另外 被主出門以後成就會比較大 那第二種 第二種就是 揮書門選的 那當然一種叫做 政府立案的 這些書法協會之類的 那這個都是自從道德的 可是他們是受這個人團法的約制 所以這裡頭呢 如形中可能會感染一些 所謂類政治化的這種效應 那所以有時候會產生一些 也有好是提升了這個風紀 可是相對呢 可能也會就是 在品質的控制上呢 就會稍微會出狀況 這優淚是很難的 另外一種就是所謂雅籍型的 什麼叫雅籍型的 比如說我自己參加 我就很喜歡參加雅籍型 我自己也有師門型的 對 我的老師是 很有名的 嘉義師專的 陳丁吉先生 就是陳丁 陳丁 很有名的 所以我就參加 鹹龍行道會 可是他就會怎樣啊 雖然大家要尊敬老師 所以每次展覽 就寫一些懷念老師了 或是靈過老師了 可是呢 我自己更喜歡參加一些 雅籍型的 什麼叫雅籍型的 比如說我參加 那台北的叫一個 漢兒會 那這些可能裡面 很多人大家都認識 就是國內 北宮 遺留 可能我會在台南地區 就參加像學爾書會 在高雄都參加 澄清書會 這些有什麼好處呢 每一個人 真的老師都不一樣 那這些人在一起的時候呢 我以前就是有一套說法 這就是 數學裡頭有最小公倍數 如果是二啦 四啦 六啦 十二啦 看起來數目都很大 可是最小公倍數 可能是六十啦 他出得盡 雖然 我們不多 你是十一 我是十三 你是十七 只有三個人 可是那最小公倍數呢 就會超過一千 我常常說這種 不是書門型的好處 就是讓他 一族化的衝擊 我學你的優點 你學我的優點 他會不一樣 所以藝術最重要就是 一族化的衝擊 產生自己的特色 所以剛剛有 那個貴賓咧 稱讚我們的同學 會也進步很多 其實不是我們的功勞 應該是 我的想法 就是說